各位年友,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主动平等救导一切众生, 为何还要等阳上眷属为亡灵念佛做超度佛事才肯救导他们呢? 阿弥陀佛并不是要等人为亡灵做佛事才肯救导他们 而是要假借着阳上的眷属为他念佛回向这个恩怨才能救他们 比方说太阳不能照射黑暗的角落 如果有一块镜子将太阳光反射入去, 就可以照射得到 让上的人为亡灵念佛回向, 作用就像这块镜子 亡灵靠念佛回向的功德力 离苦得乐, 超生淨土, 全部都是靠阿弥陀佛持悲愿力的作用 好, 到下一个问题 有年有问, 如果生前不念佛, 专门等到死后才请人超度 那又可不可以呢? 这种想法当然是很冒险的啦 第一, 你自己已经死, 不能保证别人一定会帮你请人超度 第二, 即使有人帮你请, 亦都不能够保证一定能够请到人 第三, 即使你能够请到人, 不能够保证你不受到干扰 第四, 即使没有人干扰, 不能够保证超度的人有足够的真诚, 足够的专一 第五, 即使超度的人有足够的真诚, 不能够保证你死后的去向 每个人的业力深浅不同, 不能够保证你有没有感通 第六, 即使能有感通, 不能够保证感通的大势 或者, 从地狱超生至鹅鬼, 又或者是从鹅鬼超生到畜生度 或者是从畜生度超至人度, 又或者是从人度超至天 但是, 仍然都是要轮回, 未生淨土 第七, 就算最后得生淨土 那你又何苦冤枉去三恶度一趟呢? 是吧? 为何悟仪加念佛, 生前就蒙佛护游, 消除业障 死后往生淨土, 和不退转的菩萨看齐呢? 更何况念佛, 只需要你一念真心 既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又不会浪费你的金钱 生前五念佛, 你说真是多笨呢? 好, 到下一个问题 请问超度亡灵功效大小, 有什么讲究呢? 以下有三方面 将会决定超度亡灵的功效 第一, 亡人善根的深淺 第二, 让常人超度的真誠心 第三, 所用超度的方法 亡人的善根深淺已经固定 方法最好就是专一念佛 心越真誠就越好 例如在念佛感应录第三集 第386页六通宴念佛 母亲已经离世三十年 都可以离开地狱, 往生淨土 好, 这是很好的例子, 很好的证明 下一个问题 以前离世的人, 不知道转世了没有? 超度还有没有效呢? 无论是转世或未转世 超度都有效 如果还未转世 或者已经转入地狱, 饿鬼道中 念佛回向可以直接超度 如果是投生在天道, 人道, 畜生道 念佛回向就可以追加福德 举善他的生活环境 或者受尽之后就可以超升 我们为对方念佛 阿弥陀佛就放光去接与对方爱 我们佛教讲回向 回向 诵经也回向 念佛也回向 行善度师也回向 方师也回向 这个回向的道理 是一种果报 回向出去 回向出去 就会达到那个目的 同时呢 不是我们回向出去 我们就没有了 不是的 反而我们就更多 也就是说 我们回向出去 本来法界是一体的 所以对方就会拥有得到 同时呢 我们不但没有失去 我们呢 就会更多 更多 所以我们起一个念佛 说一句话 做一件事情 就会绕遍了整个宇宙 最后呢 又回到自己 来 其实也没有绕遍 这是当体的 我们没有离开法界 法界没有离开我们 所以都是一体的 曾经有个年轻人 他诵经 他专经 一意打 送一部这个新经 送完了 他起一个念头 要回向给一个 他受到意外灾难的朋友 那个念头一起 就看到 从他的身上 放出一道光明 往远远的地方射出去 不久之后 那道光明 又回到自己的身上来 这显示 这显示什么呢 回向出去的 最后呢 还是回到自己这里来 这显示 我们想人家的好 对人家的好 为人家的好 做给人家的好处 对方 对方不但能够得到 同时呢 我们不会是去 又增加了 我们的功德跟能量 所谓善友善报 二友善报 敬人者 人能敬之 爱人者 人能爱之 这个是有自然的道理的 这个是自然的道理 自然的原理 用一种拼语的话 就好像 我们用力的抛出一个灰盘 用力抛到远处 这个灰盘 最后呢 还是回转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 我们行善 我们练佛 也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得到我们做的善 我们练佛的功德 也就是说 把这一些回向给死亡众生 那所谓回向 也不用 不一定 非得特别的练这个 违向剂 是有这个心 就是违向的 还有 如果 讲到这一点 就想到 现在社会上 垂吃的 垂穿的 垂用的 垂用的 贫穷困苦的 很多 所以我们尽量 把我们这个财产 就奉献出去 布施出去 那我们会觉得 我本来有一千块 那布施了八百块 我们剩下两百块 不是的 布施出去之后呢 我们反而呢 会拥有了两千三千以上的 那我们 只要有得吃 有得穿 有得住 有医疗 会用 那就够了 其他的 都布施出去 我们会想到 我有子子孙孙 还留给子子孙孙 不必要 所谓儿孙自有 儿孙福 如果儿孙没有 那个福的话 你留给他 反而 留多少 就浪费多少 那他有那个福的话 你不留给他 他本来就拥有 那没有那个福 你就要布施出去 他就有那个福 所以我们观察看看 如果 父亲这一辈子 他所赚的钱 是不太正当的话 他的儿女 事业都不会太有成就 往往都是亏得多 所以我们为自己基德 为子孙基德 都要进行布施 同时又想到 一切众生不是外人 都是我们的亲人 所以是给我们的亲人 不是给外人 我们清明节 要度脱祖先 那么局委所看的众生 没有不是我们祖先的 都要同等来 来做法会来救度 那么今天拉拉杂杂 就讲到这里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 虔诚练佛 我们旷节以来的 愿亲在主 能够同蒙公的 同生其乐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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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